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每年还能多少骑一回 我前日子还骑一回 我就觉得您骑马的性质还挺高 我这么养马 我就不骑马 您还真愿意骑 我愿意骑 而且我上次在昆明骑 骑了不是骑了大概有个四十多分钟以后 我觉得那马很听话了 我就开始夹他 让他跑起来 这教练这通话喊 这喊停了 我说我好容易让他跑起来 你干嘛让他停啊 他说马老师 我实在负不起责任 我说您负不起啥责任 他说您万一出事 我这没法交代 我说出不了事 出不了事 我骑我还是有准 就是我得找那种脾气好的老马 是 上次您上我那儿骑去 我也跟教练说 我说你盯住了 这确实是您要真跑起来的话 还真是提心交代 主要是别人提心交代 但是毕竟他是个牲口 再加上我不是一个经常操控马的人 你有兴趣归有兴趣 但是你骑着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点紧张 你比如我们的姿势也不一定正确 还是什么 马这东西贼 哎呦 太聪明了 太贼了 我是到现在你看我养马 还没块玩马 我不骑 我根深蒂固有一个思想 就是说我再喜欢他 我再了解他 我也不是他 那么我和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就是我是人 他是牲口 还是有不了解的时候 他还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就包括马圈里边还说上马三分险 还是有一定危险 更何况我是摔过两回的 还摔过是吧 摔过摔过 摔得重吗 一次没摔下来 但是马惊了 那很可怕 一次是马没事 我摔下来了 那行 还行 就是总是有一头好 对 但是吓着了 因为我喜欢马的时候就已经四十多岁 然后在骑马呢 身体就有血高啊什么的 我怕我这一下再摔回去就犯不着 还有协调性 马那个东西的贼 就是你生人往上一骑 他知道你的骑马的技术 对 你是不是个老不起马的人 你生人一上 你他都不舒服 马上就明白 他明白 然后他折腾你 我记得在昆明的时候 骑着那马吧 那马当时一开始老往边上走 我就有点烦他 你还往中间走走 是不是 走路中间 你看着街景都舒服 不知道他蹭 后来跟他直接贴人家那个马往身上蹭 就蹭你的腿嘛 他一蹭呢 我就多少有点紧张 因为我怕给我蹭下来 现在那马是在欺负你 有点调戏你的意思 他挤着你 他觉得你好像不太熟练 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节奏 就是如果你会骑马的时候 你身体有节奏 你看我看那个人教小孩骑马 那马都是一下一下 他有起坐 跟那个浪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以后 那马就知道你是一个会骑的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马呢 还是源于我们小时候 您跟马之前有什么渊源 渊源多了 第一个是小时候马车进城 这个我还敢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马车还算是城市的比较重要的运力 它不是运员 它是运物 所以夏天什么都看到 比如我都看到过在马车上卖冰 夏天一个马车拉着大冰块上面倒着大棉被 然后就是各家各户上 你买多少钱买一毛钱的 一敲 敲他们一桶 然后他每回敲的时候他一定有碎冰茶的 那就所有的孩子都对那碎冰茶的白捡 所以卖冰 所以这个马车 马车进城后来就拉的比较多的就农产品 我赶上那种水果 西瓜 卖西瓜的基本都是马车 都是马车 冬天什么冬鼠大白菜 对 都是这个我赶上 西瓜黑蹦筋 现在人都不知道什么 没有了 现在 没了 黑蹦筋是长青的 对 整个是油黑 然后那花纹还都骨骼了一点 蹦筋嘛 蹦筋嘛 对 蹦筋 实际上就是 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对马的就是 因为你很小的时候就看见马车进城 所以现在我老觉得马车不让进城 对孩子对动物的认知有缺陷 是 就我那动物园的小孩们进去 哎呀 这是鸭子 这个是鸡 这是这个 这是哪 我就说这都没见过 这是羊 哎呦 现在孩子真是可怜了 对了 所以这是小时候对马的印象 那么对马再直接的一点印象了 那说起来就是中学 相当于中学 我14岁到16岁不在东北渡过 东北有马呀 东北马 东北马两类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部队的空军的武器干校 它空军的武器干校里呢 它有军马淘汰的 退役军马 我第一次骑在马身上是退役的军马 那个军马呢 它是因为东北的马呢 它经常患一种病就是血盲 就是瞎一只眼 眼睛瞎了 老看血 那马呢是经过调教以后呢 就瞎了一只眼了 瞎了一只眼 它正好瞎的是左眼 嗯 瞎的左眼呢 就是你从左边上马呢 那马都比较老实 看不见 看不见你 比较老实 这奇怪 后来呢 再对马的印象呢 就是18岁下乡 有意思 那时候那下乡 插队 插队 插队什么 那马都是干活的了 就跟军马比起来 那军马是算是两尊处优了 军马的条件好是吧 它吃的好 它吃的它没有活 它不干活 军马就是训练嘛 有的能有的骑 有的那军马从头到尾都没人骑过 就军马场那个 野放 野放着 就淘汰的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们的骑兵的淘汰 我记得是1986还是1987年 我们那时候去六几年的 部队还装备军马 对 其实军马退出现役 就是30年前的 之前还有的编制 你看早期的检阅 80年代的 还骑着马 对 还有专门骑兵方阵的 骑兵方阵相对来说 比机械的方阵好看 那马都是精心挑选的 而且还骑着神器 所以 然后回来以后 在北京又下乡 我这人就是 有两次下乡 一次还算跟着父母 尽管 父亲不在身边 但是毕竟算是跟着父母 第二次就是自己了 我记得特清楚 当时 我现在都能想出 那车把是 那个殷荣笑貌 那时候刚从农村去 最好的活就是跟车 跟车 有一车把是农民 咱不会赶车 然后你跟着车 他去装货 拉货 那马车速度就特慢 要一跟车干嘛 是干活 就是装车 就是装个车干什么 也就是 说白了 知青闲着也没大事 给你安排个事 跟着那车把是去拉东西 然后印象深刻 坐在那个马车上 那马都是那种老马 都是那三套车那种 唱着冰雪覆盖着福尔加盒的 那种老马 跟大车把是 车把是特别有意思 第一 他满嘴的词是我们不懂的 比如他永远管这马叫铲业 他不说这牲口 他说这铲业 然后这马不听话的时候 他抽的时候 他也说这铲业 什么呢 说脏话 咱都甭学了 但是他说它是铲业 一开始我说您这俩字哪俩字啊 其实想来想去就是 这财产 就是你这财产 然后呢 就聊嘛 那时候我们算是城里去的 跟农民那时候要求打成一片 聊天 聊天 有时候聊着聊着 你说时间长了没啥可聊 就哼小曲嘛 哼小曲我就第一次在他嘴里听着探清水河 哎呦 这是四十多年前 四十多年前 对 这个探清水河后来火了以后啊 您在哪插队 我在北京那个温泉里 北京 那就正是那边的事 就那边的事 对对对对 但是呢 他我听的那一段 因为那车马上他唱的 他肯定跟那个后来 我后来跟德刚聊过 他怎么去把它挖掘出来 你那唱的是那个故事 全部 他就从哪开始唱呢 他就直接从提琴的宋老三 从这开始唱 前面那个 他都没唱 一唱哼哼鸡哼鸡 他唱的挺长 这东西还是挺长 它是叙述 故事 故事 是一个故事 但是我第一次听 而且因为有一段时间跟他老出去嘛 就听多了以后就记得很清楚 所以这次前两年一块爆红的时候 我说这我听过呀 这个我听过 我小时候就听过呀 就特亲切 但是有些词是有差距的 据说是 哎 上次在哪儿碰你 刚才能聊他就他给净化了 对 还是艺术化了 对 哎呦那可不容易 40年前听到这个 我是 其实也不懂 我最早听到这个 是在林海雪原的电影里 哦 那电影也是从这儿唱的 对 对 就这曲吧 你说的生命力 你看 我们说这事都是巧合的 就是将近50年前我在农村听 农民唱 农车农民那个大车把是唱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唱呢 显然这东西它是有生命力 第一故事生动传神 嗯 而且朗朗上口曲调 那个曲调 还是个什么曲调 我后来才查过 我给忘了是南方一个什么 固定的一个曲调 这是牌子 牌子 嗯 那么又隔了这么多年呢 啊 这个德云社把它挖掘出来 后来就变成是是谁 张云雷是谁的 张云雷开始德纲唱 后来张云雷就代表作 啊 代表作 代表作 必备曲目 对是吧 他这个出来的时候是北京的小曲 因为他您看这个什么蓝电厂啊 火气营啊 这这现代的名字还都 都在都在 但是后来北京逐渐就没人唱了 失传以后这个曲子 这个牌子 是让东北的嗯 这个这个二人传的这些演员 的继承家 他们当自己的小曲儿 后来翻回头来又跟从二人传的那个演员 他在嘴里面台上听到人家在唱 哇哇哇哇 那说起来真是北京的事 北京的事 那是 这个 我见过一回 拖拉机和马的PK 嗯 我上新疆买马去 嗯 嗯 当时呢 就说新疆昭苏嘛 直接到昭苏天马的故乡嘛 嗯 那有个军马场 有个种马场 嗯 那也都有朋友 嗯 我们呢就从这个 种马场里边 找朋友借了一个他场里边的车 嗯 一个四驱的皮卡 就往山里开 到深山里边去找牧民 看人家的马 嗯 那往深山里开一开就是这个 四五个小时啊 对半天没了啊 嗯 正好是 春初春 嗯啊 刚要画还有点冷 还有点冷的 嗯 这个山里边的已经 该绿的 基本都绿了 嗯 冰也化了 就看一个拖拉机 嗯 后边带个斗 这满满的这个斗啊 都看不见斗啊 就肯定是牧民搬家 嗯 哎又是帐篷啊 又是这 对的跟山似的 这拖拉机 走的一水 就这一片 类似于沼泽吧 就 雾在这儿动不了了 哎 黑烟冒的就不动了 线在里边就不动了 没办法 这几个人就在这愣着 然后这坑呢 就一看这拖拉机线在这儿 旁边有那么两三辆车 指不定限了多长时间 你像这路能有两三辆车 攒在那儿不敢过 我们也停在那儿了 后边就来了一个放马的 嗯 一个牧民骑着马 嗯 然后放着他们 二三十匹马 这马群里拉拉过来 那牧民可能 他这附近周边 甭管住多远 他也都认识 人少嘛 那意思就是怎么了 我们也听不懂 听不懂 少数民族话 那怎么了 那就是误这儿了 没事 他就从这个马的这个鞍子这儿 拿下这一卷绳子了 嗯 对 他们都是那是救命的 对 就扔给那个拖拉机手 这拖拉机手 这车上还坐着一家三口呢 嗯 对着跟扇上来 拖拉机手 把绳子这头 嗯 拴得拖拉机槽帮的这边 嗯 把绳子这头 拴得拖拉机槽帮的这头 然后他就把这根绳子 不是绕了一圈吗 嗯 把这绳子中间这块练着 就给了那个骑马的 骑马的 人家不怕呀 踩着泥就过去了 嗯 拿着这绳子 往这个 自个身子一套 套在前面这安子上 嗯 把这绳子绷直了 你拔住了啊 这马一交进 这拖拉机就出来了 就到这时候 就瞧如牲口的用口 对对对 二战也是这样 是吧 整个二战期间 所有的很多这个战场上 机械化部队全部陷了 就最后靠马 我到现在留着照片呢 我还拍下来了 二战时候是这个马立下汉马功劳 所以马在这个人类战争中 起决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是讲 马加速了人类战争的残酷 推进了文明的前进 这马是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们说的六处 就是马牛羊鸡犬史 马是为什么排第一 我们后来啊 后来为了吃肉 把猪搁拳头 这太不规矩了 太不规矩了 因为从历史上 吃人嘴短 这个六处啊 都是马牛羊鸡犬史 你看他说的很清楚 马第一位 第一位 因为他是决定国家强大的 从当时从匈奴啊 从汉武帝时期 都是得有马 牛呢我们是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 羊呢是既给你提供肉 还给你提供毛 羊皮嘛 马牛羊鸡犬史 是 就是这猪 他们就只能吃肉了 对不对 猪皮 猪皮能干嘛 也是吃 猪皮好像不能胚身上 羊皮可以胚的啊 胚着羊皮的狼 也是羊皮 也胚不上猪皮 所以马在人类战争中呢 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是它东西方的这个 这个都是一样的 都有呃呃呃 骑马打仗的历史 嗯 马车车站的历史 你就是我们古代啊 这个商周时期那个 马车车站 啊 车打仗 车怎么打仗呢 就是两个人 那是没有射击啊 嗯 搏击嘛 两个人迎面冲过去 这时候有一个规矩 那时候打仗真的是像游戏 规矩是什么呢 就是 都往左行 就是玉手 必须让马往左边拐 别转 按照咱 对别转了 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 这上海人的说法 叫大转弯 嗯 右转弯是小转弯 上海人分得很清楚 大转弯小转弯 咱们是左拐右拐 那不管你是骑车还是驾车 都是右拐比左拐容易 对不对 嗯 那么左拐的时候呢 他右边有个人呢 就是如果打起来了啊 右边有个人叫车右 他就叫车右 站在右边拿一大枪 两人预测 这事就结了 谁赢谁胜 就过去了 不能偷袭 所以这个车呢 就都是往左行 两个人都往左行 就一交叉就过了 嗯 这个是早期战争中的文明 我们早期战争中的文明中呢 在我们的语言中留下了很多 比如啊 我们老说一鼓作气 明金收兵 明金收兵的时候 过去打这个古代战争中 一明金收兵了以后呢 一停了 双方不打 隔着百八十米 还说晚上吃什么呀 还聊呢 还聊呢 就不许打了 就有点像体育竞赛 就上场的时候 俩人都玩命 杀红了眼哈 但一停下来都讲规矩 后来不规矩 是我们后来的这个 就战争形态发生的变化 就大家都从不规矩走 不规矩就是呢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最不规矩的战争的是 使百姓造影 规矩战争百姓是百姓的成果 你打仗是军队和军队的事 所以马在这个战争中呢 就起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在汉以前的作用 大量的是运兵 就是把兵运到前向 不在马上作战 那么从这个三国以后 三国都不马上打仗 没有证据支持三国是在马上打仗的 他是不打的 因为没有马邓 马邓发明特别晚 哦 哪时候起马到铲齐 铲齐 没有马鞍 对铲齐 铲齐呢 那铲齐你才马上怎么打 对他不忘了 他当时马邓和高桥马鞍 高桥马鞍呢 是咱们现在马鞍都叫高桥的 就是你一骑上你就知道 你的这个驰骨这个地方是顶住的 对对对 他这个发明很重要 在前面有个桥形的 原来没有这个 你像你看 这个王兵马俑那马上 就是一个鞍尖 就是一块毡子 那个毡子在固定不好 你那个马一刹车 你这直接人就往前出来了 高桥马鞍的发明是控制人的前后的 马急平的时候 你身子啊 是靠这些位置来跟他顶住的 那么马凳呢是靠左右的 你踩住马凳以后 你身体的力量就能释放 就能够站起来 你看咱看那赛马 那其实那骑手 根本就没骑马身上 都是悬空的 你看都是悬空 他就靠俩脚 对不对 他要是真骑在马身上 我估计那甭长了 那五百米下来 那屁股就颠碎了 那马什么颠呢 是吧 所以这两个发明呢 这个现在的证据非常清晰 就是公元304年 我们出土的文物中 开始有单马凳 单马凳 对 马凳最初是为了上马 就是一边有 一边没有 上去了 等于有双马凳的时候 立刻战争就变得残酷了 就会发现 你踩上两马凳的时候 上身就有力量了 你就可以在马上搏杀了 那么 由于马凳和高桥马恩的发明以后 战争变得非常残酷 马的铠甲就出来了 马的铠甲出现以后 就会变成铠甲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现在只能推算 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土 就是早期全套的马的铠甲 现在就是好像辽宁北票 出土了一套 就半步拉子 拿秤一腰 还有120斤 120斤相当于基本一个人重 你这一马身上骑俩人 那马的再强壮 它也有动作持缓问题 而且这个120斤 还是不完备的铠甲 铜的吗 铁的 铁片 用皮绳穿起来 现在就是一般的估计说 大概一个马身上的铠甲 就包括人的铠甲 全上了至少有差不多200斤 您再加上一人 这马身上揉出300多斤 那什么马他也累 对不对 这个你从文物就能看出 那时候出土的那种韬马 就是南北朝时期的都是带铠甲的 后来就发现这仗打不了了 就出场全西班牙斗牛内 出场内怎么打 自然给自然累 对 后来又战争的观念又开始改变 就是脱去铠甲 唐代的时候就讲究这个轻甲马 就是马身上大量的是裸露的 所以马就受重伤 嗯 呃 唐太宗啊 李世民昭陵六郡 那有统计了 中的十九箭 这十九箭是历史上真实的发生 不是文学创作 在哪个位置 现在昭陵六郡身上不是都带箭 都箭 那就是真实发生 当年被设在哪 哦 你想这皇上 皇上躲起码躲了这十九箭 这十九箭已经都离他很近了 嗯 所以 到了唐代以后呢 因为唐太宗是唐初嘛 隋唐呢 那时候就觉得这浑身的铠甲没用 走 我现在给你拼速度 我给你玩命 所以就导致中国人的战争观念中有一个词 就咱从小就会 叫冲啊 就是 是不是 就是我先给你拼命 就是在你 就打不着的我那一瞬间 我就冲啊 就是人海战术冲 这个要不是机枪的发明 这招管用 不是你 你前面阵地上 假如你有一百个士兵 嗯 持长枪 尤其过去的枪都是单发的 你还得装火药 嗯 我这要有两千人 我直接冲我就不信我冲不上去 我肯定冲上去了 是吧 但你机枪这事就麻烦了 啊 所以马呢 到了唐代以后呢 就变得强调他的快速 就是快速 嗯 快速以后呢 就是以快制胜 所以不怕受伤 招令六郡就挨了这 这十九箭 挺多的 你算六郡三六十八 平均每个马都挨三箭 那要是割人就牺牲了 这个就是马在战争中 就推动文明高速进展 因为我一直在说哈 这文明不是靠文明推动前进的 是靠不文明推动 每一次人类的残酷的竞争 都使他进入相对的一个和平 文明开始发展 嗯 所以马在这个文明的历程中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各国关于马的艺术品 不管是雕塑啊绘画呀文学作品的描绘 诗歌呀 我们也是这样的 啊 所以这些年的马的文化已经脱离了最初一史的这种文化 我养马是为了用它 没有 现在我们养马是为了就是保留我们自己的这种传统文化 咱们现在就是咱们所接触的这个就目前咱们所接触的这个马 嗯 好像看的都是国外的那种马文化 对 是吧 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马文化 像什么这个室内的马场马术啊 嗯 像什么这个速度赛呀 嗯 嗯 那么中国的 马文化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因为中国的马文化呢 他是多少有一点不是太清楚 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民族 嗯 农耕民族对应的一种生存条件叫游牧民族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吧 那我们呢 农耕民族对马的认知就相对低于牛 因为牛是干活的 牛是干活的 嗯 那么马呢 他是用来打仗的 打仗他就是国家机器的跟百姓没什么关系 就跟就跟简单的比喻啊 就是汽车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嗯 坦克跟咱没啥关系 咱就是看看 嗯 所以在过去呢 马在平民文化中是很少的 而且呢 早期骑马呢 被文人认为呢 是一种野蛮行为 唐以前骑马是野蛮行为 没有人骑马 都是坐马车 把骑马变成一种高尚行为 是唐代国国夫人 游春途才开始 唐代人才开始觉得 骑马出行很得瑟 很牛 在唐以前你骑马出来 不行 这人野 但是文化呢 他就有鄙视 这点跟西方的 这种 就是主流的 我们说的是欧洲文化是有区别的 但是 由于马呢 是在人类的这个文化建设中呢 它起主导地位 因为它是 我们不是说推动文明前进吗 所以我们对马呢 就相对比较敬重 敬重到什么程度呢 这有数据啊 全世界吃马的民族很少 你看 吃牛可多了去了 他觉得这牛除了干活还能吃 那羊就不用说了 你那生来就是不是穿就是吃 猪就是吃 对吧 但是全世界能够使马肉没有心理障碍的民族 好像匈牙利有很少 你看我们大部分民族都不吃马肉 对 对吧 现在北方吃的多的是驴肉吧 驴肉有啊 没有人说那什么驴肉火上 没人说这马肉火上啊 中国作为马文化 刚才您说可能相对比较概念模糊一点哈 但是它有图腾 马马在中国人心目当中有图腾感觉 有啊 是吧 但是什么牛羊什么的好像不太 这个倒模糊一些 对 你看我们的文化中随便举个词 还是龙马精神 他说龙牛精神 龙是个没有的东西 是个神兽 龙马精神 他还是对马高看一眼 我们对马是高看一眼 对牛是平看的 对羊和猪是低看的 谁没说说看他一眼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马的形象中和他的动作敏捷性 是人类不及的 牛就比牛慢啊 嗯 牛尽管跑下来也挺快 他跑不上两步就呼之待喘啊 是吧 所以他还是就是还有很极强的这种文化因素 你看我觉得我们再看看文物吧 那每回都得给大家看点文物啊 先不看抽奖的 咱先看这个真正的文物 你看这个 这种少见啊 这种少见 这两根 你看一根我看一根 这铜的 铜的 你意思吧 这种 这是 马贤 贤铁 就现在说的贤铁 啊 这厉害吧 哎呦这比现在贤铁厉害多了 这个 不听话不行 哎呦 这一类都老实了 这全是刺啊 嗯 我一开始看这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是很像鲜铁 怎么带刺啊 这早期的 后来我查文物的那个 这个 那个各种 学术报告查到了 这有意思吧 这也太有意思了 这个 没想到能这么狠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在战国以前的 汉以后就很少有这种带刺的 啊 那 有没有可能就是那时候的马 可能还都是 还野 野 或者是都是那种冷血的 这皮糙肉厚的那种 那可能需要更刺激性更强一点 对对 有意思吧 哎呦 这种一般人都没见过 马贤 旁边这两个东西 脸上这两个东西叫马镖 这搁嘴里以后 这个跟马镖 就是跟他连着 连着 所以说分道扬镖 就这么来的嘛 分道扬镖 说的是那镖 直径上手一蹬 马头一扬 就这在嘴里 你不听话不成啊 对 这不是搁咱嘴里咱也听 听话 这对好玩吧 哎呦 这有意思 所以我们的文化中呢 对马呢 是高看一眼的 这一点我觉得 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当中也是这样 我们成语中啊什么的 这个关于马呢都是属于好词 哎 都是好词 没什么赖词 你再看一个啊 再看一个有意思的 漂亮吧 金的 铜周金 铜周金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有什么 这东西就没那个 弦那么有用了 这是一装饰 就是杏叶 溜金的 他干嘛用的呢 嗯 你注意看唐三彩那马屁股上 胸这儿有时候都有一些装饰 哦 脑门上也 脑门上不是这个 脑门上的那个是是是这个 不是这个 它是比较大的啊 这就是挂在马屁股上那块装饰 啊 这玩意都能溜筋 都能溜筋 可见它是啊 唐三彩的马上基本这东西挺多的 像视频吗 视频 对 就说视频 你现在 你说你车上 现在你车上视频多了 哪个也不是为了开 就是为了看 对 是不是 那我们 看上抽奖的东西 抽奖 你现在替他们问 对啊 替他们问 抽奖的 我们是这样啊 今儿是初三啊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抽三件了 到这是第四件 一直抽到初七 八天抽八件 还有又是个词子器 词子器 这回是青花啊 上次是五彩 是吧 这回是青花 你看这东西啊 那个牡丹 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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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暗刻 这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大约是乾隆早期的啊 带多少带一点雍正时期的味道 嗯 那么你说它雍正啊 我也不去反对 因为它有淡苗的味儿 就是大概雍正到乾隆这个时期 嗯 那想起说起来也 距今也二百七八十年了 我们觉得二百七八十年啊 都是很虚的一个数 但到这盘子上 这二百七八十年理论上讲 小十代人走过 因为二十七八岁就生一代人了嘛 嗯 十代人走过这盘子还在 这盘子是当年中国文化最强势的时候 输往欧洲的 我们这回拿出来呢 作为这个我们的重头戏啊 文物抽奖 出口转内销了 出口转内销 哈哈哈哈 怎么能得到呢 就下载官复APP啊 上面你寻找那规则 它就告诉你怎么就抽奖了 嗯 我们一共抽八件文物 你参加一次可以抽八 有八次机会 然后呢到正月十五就公布了 啊 这个就是一件文物啊 抽文物在我们这是头一回啊 人生头一遭 不是这个历史上我看也没有啊 这老家伙 历史上没有我们这么多愿意吐血的 是吧 那我们 再看看啊 还抽点什么 你说这个 你说你们这文物这事有点太邪乎啊 我抽不着 但我们这东西这回东西多 这回除了这文物我们会释放一大批东西啊 就是您说咱们这个就是初三这一期啊 初三这一期 一大堆东西啊 释放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乘十四十件 再加外加两件四十二件 你想四十二件加这一件 今天我就释放出四十三件抽奖了 多少东西啊 那咱们别聊了 赶紧抽奖了 赶紧抽奖了 不聊了啊 先抽一什么呢 哎 在这 这厉害吧 这盒就厉害了 看这盒就 这东西就便宜不了 哎呦 看看 证书 这是证书啊 我们先看看证书啊 这证书就不用打开了 太啰嗦了啊 看看这个 这么抽的啊 这抽两个啊 这不能多抽 这太贵了 不能多抽 看看抽年 牛年 一生平安 这是 金 怎么那么沉 对 怎么那么沉 要全是纯金的咱别抽了 咱就算抢了 这咱就抢了 这是警察男啊 同胎的啊 溜金的啊 同胎的一生如意牌 一生如意牌 你抽中了啊 就恭喜你 你抽不中了 也恭喜你 下载官服APP啊 就多学习 它为什么叫一生如意啊 这底下还有个座 哦 我说刚才还想问呢 我说这是怎么挂呀 还是摆呀 摆 这有一个座啊 啊 这样 对 你搁去 摆着看 搁稳了就行 哎 哦 是这么搁的 这么 咱俩摆了 对 怎么着 再加一摆了 一生如意 我们的搞文创啊 都是有本的 这事说你这叫什么呀 这什么告诉你 这事有意思呢 嗯 这东西最初是这样 再给你看一个真的啊 这也不能抽 哦 这是文物 这外形是这么来的 看到没有 这外形 嗯 这一样 这是银的 纯银的 十两 后面写着呢 你颠颠这份呢 整十两 十两白银 上面写着太上皇帝 御辞 哦 这是清的那个那个 给那个那个 是百岁老人 对 哦 呃 千首宴啊 就是康熙搞过两次 乾隆搞过两次 这是最后一次啊 为什么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呢 反正写这太上皇帝的 都是乾隆退位那年 嗯 所以他是秉承年 也就是1795 1796年 1796年 那1796到现在也二百多年了 嗯 中十两 当时是在黄 黄吉殿啊 千首宴 这上面写着黄吉殿 千首宴 这重要的文物啊 啊 这个在首都博馆里也有 当时皇上呢 就是弄千首宴啊 最远的从海南走回来 是 吃这顿饭 咱们吃哪顿饭都比人家容易 哈哈哈哈 啊 人家溜着溜着走一年 吃完饭溜着溜着走一年回去 当时皇上呢 是给70岁以上的老人 都发这么一块 这个养老牌 十两白银啊 奖业 但是呢 这种东西因为是钱啊 白银当时就是钱 大部分人就把它变钱花了 嗯 保存下来的很少 现在我知道的大概有三块 能知道的就三块啊 嗯 这个养老牌 按照这个养老牌 哎 的外形 我们用景特兰的这个创意 哎 我觉得这个寓意很好 这要是回去送个父母老家啊 长辈啊 什么的 这个这个 健康长寿 对 你属牛也行啊 或者你送给属牛子 或者你牛年要图个吉利 哎 对对对 你寓意非常好 所以这个呢 由于价值比较高啊 我希望你们能抽到 咱们抽就下载官复APP啊 就抽了啊 这里证书什么都有 我就不详尽介绍了啊 要学习得努力啊 下载官复APP 你们自个去吧啊 这个 这个 我们让更多的人参与啊 你今天吐血啊 等会儿 多 你来打打两个 玄窗一物 玄窗一物 看到没有 哎呦 真精致 这都是陶木做的 陶木在中国文化上 是有曲斜的作用啊 各种颜色 这个彻底给你打开看看啊 彻底打开就更好一点 不用兜打开 我给你打开俩你就知道了 打开 你看没有 每个色还不一样 玄窗一物 看这屋吗 中国古代门窗啊 哦 就玄在窗户呢 对 我想的窗的文士 我写过中国古代门窗的书啊 获过国家图书大奖 这是通过他开发的文创 您挂家里也行 挂车上也行 挂包上也行 这车式 这非常精美 这个呢我们一样 这四个颜色 蓝的绿的黄的金的 这六四个颜色一样抽十个 这不算少了 这就四十个了 四十个 所以中奖率还是很高很高的 大家积极参与啊 你说这东西怎么抽着呢 你说这个抽口一样 就下载关注APP上面的规则 和你的机会就全有了 对 今儿是送的都是好东西啊 就是大出三的 就是过节也过了 过年 过年过了一半了 对吧 过年过一半了 过一半了 那我们呢就是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么一集 跟马的相关呢 是第一我们本身 我们志同套合一的堆人 大家熟的人 有吴京啊 刘薇啊 小鸾啊 孙悦啊 孙悦啊 各种 我们一堆朋友凑在一起 有时候聊聊天 羊羊马 羊羊马 为什么要提倡马的文化呢 因为马的文化是我们 民族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 它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今天由于机械化以后 对马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看我们回忆的时候 都是我们小时候直接在城市里就可以看到 能见着啊 现在你不去专业的马场 你见不到 我看你那儿养那个矮马 是吧 对 国外的一个品种 为什么要养矮马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它亲和力还是相对强一点 因为确实咱们 小孩大人都没关系 见到真正的那种普通的那种大马 它还是有一种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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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马开始接触 可能作为儿童啊 青少年啊 第一次接触马的人 它可能能给一个比较平缓的 这个软搏路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就一开始它不抵触 对 而且我们的小马 这矮马呀是能骑的 我原来以为矮马 那个是 是只能小孩骑小不 就是后来我发现那种半大的 这么高的矮马 你要大人别太超重 咱别孙选骑 别人的眼团 是吧 矮马也是马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品种 实际上世界上矮马的品种很多 咱们中国也有 德宝矮马呀 这个这个 还有 也也有自己的 古老的矮马马种 我那都有 中国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矮马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矮马呢 相对城市来说就比较好 第一不怎么占地吃的少 另外亲和力强 对 尤其对孩子 没有威胁 信念 还是爱心 我觉得养动物 你比如我们养猫 官府猫养猫 我觉得为什么让家里很多人去养猫呢 我们第一 你生活变得融洽 第二孩子会变得有爱心 尽管我们现在放开了二胎 但是大部分家庭还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很容易 那个孩子心理上都变得很毒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提倡素质教育 其实素质教育 我觉得魏建德是这孩子会弹钢琴 会跳芭蕾舞 这个魏建德叫素质教育 实际上真正的素质教育 就刚才您说的 从小培养他的爱心 和养动物的责任感 对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缺乏的是责任感 对 现在都是一个 都是他所有的一家甭管几口人都照顾他 所以他现在很缺乏责任感的培养 那么你要给他提供的小动物非常可爱的 他也比较喜欢的他老得惦记着我来对他负责 对 他是不是渴了 是不是饿了 是不是热了 是不是冷了 这种就是责任感 将来从动物的身上转移到朋友 亲属 这些周边个人的身上 他这是一种责任 这才叫素质教 对 这是全社会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教育系统 就是培养爱心 不是说仅仅你这个爱心 只对你的父母负责 你要对你的弱势群体负责 这是我一直提倡的 就是你社会上也是这样 就是你的态度对比你财产多 比你权力大的人 你好是正常现象 现在需求你对弱势群体 比如一个猫 一个马 马不会说话 你别看马那么大个 他也是弱势群体 所以让孩子培养爱心 尤其在这个猫的面前 你看很多孩子 本来在家里很毒的 就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爹妈 是在家上阿姨 七个个人伺候 他一个都伺候不过来 突然养一个猫以后 他会变得很好 对 而且他就知道关心别人了 对 这个责任感 我觉得一个人呢 除了爱心 再加上一个责任感 才能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长 我们可能有的家长 会忽略这个事 就是你养小动物 有什么好的 什么麻烦啊 身上有气味啊 有病啊 哎 你这孩子啥病都没有 你出去试试 啥病都没有 出去就出问题 对 人得要锻炼自己的机体 有抵御外来的能力 对 外来的侵蚀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从小 学学马 骑骑马呀 能有条件 当然也还有条件问题呀 然后骑不了看看也好啊 不是每个事都能 我打不了球 我看看球 总可以吧 对 所以咱那个 我们还得为我们自个儿 做点宣传 我们有一个年轻马大赛 对 对 那个是我们都很积极的参与 对 这些我们这个马祖群里边的这些 大哥们呀兄弟们 发起了一个 这个也是 后来咱们这个查了一下资料 跟国际马联这边也咨询了一下 咱们这个是目前为止 亚洲第一个 举办年轻马大赛 厉害 这欧洲已经比较成俗了 对 整个是亚洲 开始大家说中国没有 看后来人说整个是亚洲没有 你给大家普及普及 什么叫年轻马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懂这概念 咱们年轻马是四岁 因为姓程叔是四岁 四岁到七岁的比赛 四个年龄段 四五六七 哦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去年吧 庚子年 2020年 对 在河北安平 然后我们都去了 第二岁 去了以后参加大赛 然后观看了 我觉得人生需要多种乐趣的组合 有很多人认为我好像就一种乐趣 除了文物其他没有乐趣 其实不是这样 其他很多东西都有乐趣 我这爱好很丰富 对我到这岁数上你就敢骑马的人 也不是那么多 对 对 而且我还是特别想骑 主要是没被摔过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当然很希望 这个能够 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马的文化的建设 做出一点努力 因为这个文化严格说它几千年了 我们养马的历史 养马的历史虽然在人类文明中是最短的历史 但它也四千年以上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马已经不是完全用来一时了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马的文化 我们不仅仅是从书面上 到实际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 因为现在祖国各地到处都有马文化的展示和这种马场 有机会可以参与 尤其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带孩子参与 让他知道我们的文化中马的文化还是一只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算是什么高端 现在不是了 国家这么提倡马文化 实际上就已经就是想把 作为这个全民的运动 对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 体育运动 这个 咱们别老存在于想象这个是怎么样高端 我们怎么有钱才能玩怎么那什么实际上不是 我们都不是多有钱的人怎么着 我觉得您可以真的深入到某个马场去看一看 它也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这么一个玩不起的 对我去你看咱们去安平去内蒙赛马 那门票就几十块钱 那这场电影是一样的 就是 其实马上也是 你要体会一下现场那种奔跑的那种气氛 对 没有 不是 一定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远不可及高不可及的事物 对对对 好了我们 初三 就这么高兴的过去了 我们明天见了 好 明天见